最近阿迪雷热八新戏《长歌行》播出 除了男女主赵卢斯的存在感比较高以外 男二浩都的扮演者刘宇宁也经常出现在热搜 她的名字大家不熟 但她的资源待遇却让人惊讶了 刘宇宁网红出生以前在小视频平台唱歌走红 最近两年开始转型做演员 《长歌行》是她演的第二部戏 直接丽雅当红小花赵卢斯 成为《长歌行》的三番 她在《长歌行》里饰演浩都 戏份仅次于男女主 而在原著里浩都只是一个打酱油的杀手 其中却被阔写称 拥有独立感情线 事业线的男二 她的待遇不仅在《长歌行》里让人羡慕 很早之前就让人不禁发问 她是谁 有这么火吗的水平 在她还是网红歌手时 就能够请来林志玲为她办舞 2019年某位时的跨年晚会里 她与林志玲同台 虽然说的是合作舞台 但刘宇宁站在前面深情演唱 刘志玲在后面默默跳舞 镜头都不多 全程就像是陪衬一样 虽然刘宇宁的国民度不高 但她的粉丝很吃情能大 各种活动的应援 打投水平接近顶流明星 音乐盛典榜单 投票刘宇宁被粉丝投到高位 不过网红出身的刘宇宁 在网络上留下了不少的黑历史 她说话情商低 得罪的流量明星能凑袭两桌麻将 比如她曾经在直播里内涵陆寒的身高 说如果陆寒等她导师 她会觉得自己的身高不太礼貌 光说还不够 她站起来和乐队比较矮的吉他手笔身高 以此类比陆寒 质疑陆寒穿松高鞋垫 蔡徐坤也被她嫌弃过 刘宇宁曾在自己的直播里分享自己日常 说自己在商场看中了一件衣服 在要试的时候 售货员说她有眼光 因为之前蔡徐坤就买过同款 听到这话 刘宇宁说当场就决定不买了 在捆帮顶流这方面 刘宁宁一直是祸从口出 她与肖战上过同一期天天向上后 有粉丝问她跟肖战还有没有联系 她笑着说了一句高攀不起 每当明星之前 她讽刺各种流量 从网红转型明星之后 她又用自己的各种行为 败坏自己的录音员 曾经的极限挑战 摘雪莲事件里 她就是被集火的主要成员 和长歌型男女主一起出席活动时 因为主办方将盲盒位置放错 刘宇宁拿到了不太美型发箍 然后她就招呼不打 直接动手抢了无垒手里的眼镜 当时被骂没礼貌素养 在中餐厅里 王俊凯和刘宇宁做菜时 受备邮件到后用冻肉冰服 却被刘宇宁的粉丝骂矫情 刘宇宁是网络造星的典型 从网红到歌手再到演员 现在可谓是多期发展 中餐厅常驻嘉宾 长歌型男二 影视剧OSP演唱 晚会参演歌手 刘宇宁的资源待遇 在网红明星里算是最好的内类了 她在长歌型里的人设也很讨喜 近期播出的她 为乐烟打擂台的剧情 感动了不少的观众 也希望她以后有更好的发展吧 好了 今天的娱乐八卦就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对于刘宇宁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 咱们评论区留言 下期再见了